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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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第一集的《不老80》 我是朱冠彤 今天很开心第一集和大家见面 首先不如说说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节目 大家听节目名都知道了 不老80 其实意念是 有些人说七老80 就说到好像很老 但其实现今的年代80岁 其实不算老 所以我们的节目名叫《不老80》 而我们的宗旨希望在这个节目上 带多些不同信息 是关于一些老人的服务 长者服务给我们湾区社区的朋友 很多人说 其实长者服务是否老人院 或者是否去那里吃饭 其实不单止是这样的 自从2012年开始 就是baby boomers 就是婴儿潮开始 很多长者是更加需要 更加立体全面化的服务 今天很开心 有第一集和大家见面 第一集 当然请一些重量嘉宾 这个重量嘉宾就是 安乐居的医疗信息学总监 呂耳斌医生 呂医生你好 你好 李文 今天很开心跟你聊天 其实呂医生是我的偶像 因为她在湾区医疗界 已经服务了很多年 而且她之前服务的一些 机构和政府机构 都是帮助到我们 在医疗体系 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 请来呂医生上来 讲讲一些 长者服务 或者长者的健康问题 呂医生 首先你知道我们的 节目名叫做 不老80 你觉得80岁是否老呢 李文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名称很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过 你究竟不老80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真的 当然你不是说 人不会年纪老 但是一个人年纪老 但是他那个生活上 那个心态上 心理上 他是不是一定要很多时候 别人想一个很负面性 去想 就是说年长 我就觉得你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是的 我也同意 因为我的经验中 照顾很多老人家 其实一样是可以很活跃 很正面地生活 很活跃 总之每个人都是不同 但是我觉得可以很正面地 去看80岁 心态 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 是很重要 80岁不老 呂医生 我知道刚才也说过 你在社区服务了很多人 很多年 我真的很想知道 呂医生的背景 其实很厉害 我自己觉得很厉害 耶路大学 哈佛大学 你都就读过 亦都在这里毕业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选择 入医疗行业 多谢Raymond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来说 我就是觉得 是需要有意义去生活和工作 所以其实我自己 我的看法来说 一向都是我受到有行 受到教育 我亦都是想 用我的教育力去做些事情 所以至于是这样 其实我本身 比如说 以前大学 我是一个东亚研究历史系 哦 其实 我最初 我的嗜好 或者我的兴趣 是很广泛的 但是 比如说 电脑也喜欢 历史也喜欢 但是慢慢来说 我自己一直在想 究竟是怎么有意义去做贡献去生活 因为我这么喜欢 这么多种类的东西 我就觉得 健康 医疗 能够将我这么多的兴趣 加加上 让我可以利用它 有用感去利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健康 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看医生 不是说吃药 而是很多因素 很多社会的因素 很多其他生活上的因素 很多 譬如来说 居住环境 空气 教育 就算你说 很简单 就算是交通 食物 所以 其中一个 我的 就是一个 公共健康系 公共健康系 值得在这一方面 很简单 如何可以有贡献 所以 因此原因 我就做了医疗方面 其实现在 你在安乐居的职责 叫做医疗讯息学总监 其实是否有少少牵连到 可能是高科技 或一些新一些系统 其中一部分 其实是高科技是其中之一 但是如何利用资料 以及利用资料 即资料 能够让我们有效服务 尤其是我们照顾 例如 我现在在安乐居 就是1600位会员 我们如何利用资料 让我们了解 我们究竟做得好不好 哪里可以改善呢 很多时候 我的工作 就是如何利用资料 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提供服务 所以是其中之一 很多是系统性的做法 如何改善系统 如果你做了医生 也有好一段时间 你觉得 你现在做的工作 是否实现你之前的梦想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 现在我做医生都十五十六年 我仍然都有看病人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的医疗系统 事实上有很多 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有机会再说 但是 因为这是很复杂 也很重要 所以在医疗界 医疗系统方面 因为有这么多 需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除了说 我想看病人之外 我想如何改善我们 去支持他们的系统 如何可以最有效率 最有成功率 去提供他们的健康 所以我觉得 我的工作可以达到这样 改善就是 我很开心听到这个字 因为其实就是 改善就是 越改越好 就是希望将它 可以由现在的系统 变造更加好 我们在这个时间 就准备休息一会儿 待会回来 呂耳斌医生 就会跟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现在长者 他们有哪些病 是最困扰着他们 可以说 最多一些长者 会有机会发生的疾病 那究竟我们 怎样可以预防 和怎样可以留意这方面呢 待会儿女医生 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好了 继续回来 《不老80》这个节目 没错 80岁其实不算老 看你自己心态 和怎样去帮自己 好了 今天继续请来 就是有 安乐区医疗信息学总监 雷二斌医生 雷二斌医生你好 继续我们的访问 我相信很多观众 都很想听一些 关于医疗方面 如何帮他们 当然 其实帮长者 不仅是医疗方面 一会儿我们下面那节 会讲其他事情 但这一节 就会比较集中 讲医疗方面 我自己知道 其实那些长者 很多疾病 有时都会伤脑筋 如何说 长期病患 例如高血压 或者糖尿病 其实呂医生 我想知道 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其实长者最主要 什么疾病 是要小心的呢 我觉得那些最普遍的疾病 很多是慢性 和心脏血管有关 例如中风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但也有很多其他 例如来说 例如说 例如说行动上 例如有很多时候 老人家 增加危险会跌倒 是吧 如何去做预防 例如其他 例如说 心理上 有时候会 忧屈 忧虑 睡眠方面有问题 也有很多其他方面 例如说 失禁 有时候也说 骨质疏鬆 和记忆力衰退 或者老人痴呆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称 但是很多时候 是这样说的 这些是一些 比较普遍有的疾病 我觉得 如何去照顾 其实有很多 刚才我说 不只是单吃药 那么简单 可以说一说 很多要全面性 如何去照顾老人家 例如在心理方面 物理治疗 运动 还有很多 有时候很困难 因为一个老人 有慢性的病 很多时候 家人需要他的支持 他的照顾 我们如何 我们这个医疗 医界和系统 如何去支持 照顾他的家人 也很重要 所以很多 我现在已经说 不是只说 食药开药方 也很需要全面性 去照顾 我觉得 我的看法 我们要达到 那个阶段 才可以 而是我们整括上 很多时候 现在医学系统 还未达到 这个医疗系统 达到那个阶段 安乐据 我觉得 其实我参加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有这样的经验 可以达到 已经达到很多 可以这样去做 全面性 去照顾老人家 所谓的长者 我觉得 我们可以再说一说 但我觉得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要全面性 其实好像有三种疾病 我想很多的长者 都很忧虑 尤其是长期病患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能不知 其实抑鬱症 都是一些长者 很多时候都会有 当年纪大了 那时 皮衣三种病 你觉得有什么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其实我再说 我的题目 其实我觉得 如何生活上 如何去支持 如何让它有 例如说 憂鬱 当然 就是 药物 有它的帮助 看情况 如何开道 如何生活上的活动 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那些 也是很重要 所以看看它的严重性 有些是很严重 也有些是轻微 所以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 需要整个人 除了辅导 那方面之外 譬如说 有时候 全面性是我们中心 是中心的活动 像现在这样 在疫情之间 如何可以用其他方法 得到交際 活动 可以有大家的接触 所以继续去 这个是要全面性 如何经时 要查询 或打电话 去问候一下 要跟进 病情 的情况 所以 很多方面 但一定要全面性 去照顾 不是说 只可以吃药 就可以医治病 譬如 我知道做运动 其实都可以帮到 这三种病 虽然说 抑郁症 都是情绪病之一 但其实做运动 都可以帮到 好像说 糖尿病 高血压 其实做运动 都可以帮到 一定是 所以很多 这方面 就是 刚才你说的 是绝对对的 很多是做于预防性 如何让它维持 例如说 除了做活动 例如说 物理治疗 很多时候有需要的 做物理治疗的 一些长者 怎样可以有办法 让它得到 这样的服务 当然 就是 没有疫情的时候 没有这个 观影病毒的时候 比如说 中心的活动 比较容易做到 但是 如果没有那么容易做到 我们怎样 可以仍然 让它得到 这些服务 因为有适当的活动 很重要 除了新的健康 新心 两方面都要健康 所以 我觉得 医疗等于有弹性 可以服务到 一个长者 和家人 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每一个疾病 都不会说 有一定的 一个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 或者是 可以说治疗 其实最重要 就是很多东西 不同 一起 如何帮助长者 我觉得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比如说心脏病 也好 糖尿病也好 我们知道是有些什么 就是我们做研究上 知道是有效 这样去医疗 以及如何去 对这个病人 去改善 但是 虽然我们知道 哪些药是对的 比如说 做运动是对的 或者食物方面是怎么样 但是 虽然那里 只不过是说 我们知道 需要的做是什么 但是真正做得到 是需要一个 比如说长者本身的合作 家人的合作 就是要得到 和达到 服务时 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 做这五样东西 你做 那就去做 我们都要有办法 去支持他们 怎样可以 看看他们的需要 每个人 每个家人的需要 都不同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 以病人 和家庭为中心 看看他每个人 他的需要是什么 有些人 或者需要多些 我们上班服务 例如有些人说 比较可以 因为他说 他喜欢上网 他就会做 可以做多些 每个人都不同 所以有弹性 让他有选择 是 弹性选择 我觉得这两个是 对照顾长者 是很重要的 稍后回来 那一节 女医生 会和我们讲解一下 究竟 怎样 一支长者 如何选择 适合他的服务 因为其实 现在很多服务 是给长者 但是究竟是否适合你自己呢 而究竟 那个服务 是否真的帮到你呢 一会儿再说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第一集的 《不老80》 我是朱冠彤 今天也请来 安乐居的 医疗讯息学总监 呂二斌医生 呂二斌医生 你好 刚才说了一些 老人家的疾病 或者你怎样 选择这个行业等等 最后一节 我真的想给你一些意见 我们的长者 或者他们的家人都在看 究竟如何选择一个 适合长者的服务呢 我觉得这样 当然就是 看看你自己的长者 或者家人的需要 是 因为 刚才我说 那个人的需要都不同 譬如来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 本身你是很忙 或者你觉得有时候 你没有时间 或者要 再 你的长者 或者去看病 或者很多时候 就算照顾方面 需要比较多些 或者上门来照顾 不同的方面 是吧 就算是饮食方面 也好 也想想 或者是你 有些症状方面 是吧 你有什么服务需要 比如说 需要有物理治疗 或者怎么样 当然你是一个选择 你的医疗系统 或者医生的时候 当然你需要知道 究竟 你选择的 会否可以提供到 这些服务呢 所以要了解你的需要 所以来说 你也需要了解 究竟弹性方面 看看你选择 它的弹性有没有 譬如来说 如果你住的地方 不方便 有时候 或者看医生不方便 现在我们有些 是长程的医疗 是不是那些 Tele Health 譬如用Zoom 也好 上网 当然 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看看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做得到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是 我自己 如果是我的选择 和家人 都是会这样 看看你的需要 例如你有需要看专科 或者心理 要清楚 你参加的计划 是有提供这些服务 方不方便 语言也很重要 是吧 有没有可以 你说的语言 譬如说 你说广东话 国语的 他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护士 可以说这个语言 也很重要 语言是非常之重要 沟通 因为看病 八九成都是你用沟通去看症状是怎样 教育方面 所以很多这些都是一些因素 需要你去选择 当时要想想 其实反而我会突然想起 如果是相对起 譬如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过来的 掌席 可能以前他们的地方 接送不是那么重要 可能他们很近 樓下就有个中心给他们去 但我们湾区反而在美国来说 譬如那些车接送也很紧要 就是车他们去看医生 或者是送饭给他们吃 这方面也可以帮助到很多 譬如独居的长者 是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刚才我说的 医疗系统需要的改善 是 再说 因为不是那么简单 看医生 就是说做这几件事 尤其是一个长者 他需要的支持是很紧要的 刚才我说了很多社会因素的需要 那些事情 譬如来说 一个比较全面线的计划 就是我们现在 譬如安乐居的一个例子 它的特处就是因为 譬如有这些服务 我们自己有一些车子 可以送一个长者 如果去中心时可以送到他 即使看病、看专科 有需要时也可以达到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弹性 现在这个逆期时 送药上门 或者送餐上门 是看他的需要 不是过一定的需要 但有需要时 我们可以做得到 照顾他的助理上门 护士 医生我们上门 有需要时也可以做得到 我们大约有七成左右 超过七成的医生 他们可以上门服务 看他的需要 这是一个很特处 照顾一个长者 能够这样做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的需要 有时候是 对他最好 最适合的可能就是上门 有时候可以看到他家里 原来那些地毯 可能容易跌 譬如有些物理治疗 上门看看 可以如何改变他家里的环境 所以全面性服务 我觉得益处就是这样 这些事情要考虑 我想最重要的是 不单止我们今天 好像呂医生 可以告诉大家 究竟如何 才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服务 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想要告诉大家 不要找错服务 因为如果找错服务 可能根本 帮助你很久 原来根本你是不需要 那些服务 你应该需要另外一些服务 可能阻止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找你自己的适合服务 以及找多些不同的资源 去告诉自己 究竟原来社区有什么 其他服务可以帮助你们 我相信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 而且呂医生 我觉得在将来来说 譬如湾区来说 你觉得老人服务的趋势是如何 我觉得趋势就是 增加这个选择 和增加彈性 为什么呢 就是 譬如来说 就是 刚才再说 有时候 一个比较活弱一点 一个老人家 或者他比较需要 活动方面 他需要多一点 应该有这样的选择 或者你说 某一些 他需要多一点 需要他物理治疗 或者其他方面 都应该 他得到这些服务 所以我觉得 一个良善的医疗系统 是需要有这些不同的选择 有弹性 以及要以病人 和家人为中心 就是要 因为 複杂性是很高 刚才我所说的 所以 要有时间 整一队人 和家人 和长者 大家一起合作 去做这个计划 如何令他们最健康 所以我觉得 要有办法 可以这样 集中的时间 去照顾 很重要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普通性 一个主寻生的医疗 很多时候 一个主寻医生 一个主寻医生 会有时候 1200个病人 病人 我觉得 全面性计划 好像我们安乐 每一个医生 或者医师 50至100个病人 我们是有办法 因为我们觉得 整队人去照顾 需要全面性 以及集中 看看他的需要 以及他家人 一起设计 一个对他的医疗计划 去中心需要多少次 活动的需要多少 上碗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食物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譬如说 设计计计计 或者药物 有什么需要 如何继续这个计划 最适合他呢 我觉得你的趋向来说 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 有弹性 有选择地 就是计划 新订造的服务 是的 我相信这个很重要 其实很多资源来说 都是希望制造到一个服务 真的可以直接帮到的长者 而且我觉得 不单止现在 譬如是 你不单止帮到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或者他现在的需要 其实也是计划定 他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譬如很简单 可能就是现在 你已经开始有高血压 可能如何做一些事情 可以预防他心脏方面 是的 好了 今天再一次多谢 就是安乐居的医疗讯息学总监 吕耳斌医生 跟我们做第一集的 《不老80》 真的很开心 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跟你聊天 多谢Raymond 谢谢